1945年6月 花岡事件と聞いただけで 私は行き詰まる苦しさを覚えるのであります 残酷というか無惨というか たとえ戦時中とはいえ こんなことが人間の世界にあるべきことであろうか しかもそれが私の同胞の手によって行われたのだと思うと 残忌と開婚に伏せ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这位96歳の老人名叫耿尊 河南湘城建人士 早在半个世紀前 他就是一個必死的人 那是必死 我那時候 这个 幾次想自殺 人家多想自殺 赶紧不願意 叫日本拉出去 再叫我一頭砍掉 就都不是我耿尊也得死 老人正在翻阅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 日本的左翼作家 新居广智繪制的連環画 画册里完整記載了 發生在二战期間的一個事件 相比轰轰烈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這個事件並不大 但卻震驚了當時的日本帝國 而耿尊正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 耿尊如何能夠衝出戒備森嚴的集中營 又如何得以從千里之外 死裡逃生回到祖國 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還是努力抗爭的結果 這一切對於後人來說 都是一個巨大的謎團 1944年5月 此時的耿尊正在慘烈的洛陽戰役中 拼此守衛陣地 我是一個部隊的連長 奴軍 農軍不對一個連長 耿尊奉命堅守洛陽的一個據點 在敵人猛烈的炮火下 據點被日軍攻破 耿尊深受重殺 這裡子彈是進口 這是個出口 大船呢 大船胆子是沒有找出倡子 耿尊的身份 從中國抗日軍隊的連長 淪為日軍俘虜 與他同時被抓走的 還有共產黨的部分抗日將士 華北是抗戰的主戰場 也是日軍侵華的重災區 在彈盡良絕之後 不幸被俘的中國軍人 高達兩三萬人 我們現在弄了武器燒 我們就十八個手榴彈 四個人戴兩隻手槍 十八個手榴彈 手榴彈等完剩了一個 我們就說剩一個吧 剩了一個噶嬤用的 我們只光四個 跑到一塊痛過一鏡 沒想到 把手榴彈扔完了 手榴彈也打完了 我們這個剩一個手榴彈 我四個爆雷队的 拿著線沒想到 沒想到 那個手榴彈臭了 臭了以後叫人家把我們 在這坑裡把我們四個 耿尊和這些不同身份的人一起 被日軍以不同理由 抓到洛陽西宮集中營 命運就此徹底改變 死神無時無刻 不再向戰俘們招手 他們開始見證一種 完全不同於戰場上 英勇壯烈的死亡 日本對這些戰俘非常殘忍 有一個戰俘勞工在修路的時候 用鐵膏敲石頭 石頭塊一下 碰到日本監工身上了 監工過來用刀子 一下子就把那個戰俘腦袋 往下削了 這個戰俘腦袋的地下 咕嚕咕嚕又瞪了一眼 按照國際法海牙公約相關規定 居留國應對戰俘負責 不得強迫從事過度勞動 並給予人道待遇和保護 包括尊重戰俘的人格和名誉 但是日本他就說 你這是事件 不是戰爭 我和中國沒有戰爭 這是事件 事件嘛你不是戰俘 不是戰俘 我可以不用戰俘前對待你 所以他就這麼虐待戰俘 虐待勞工 咱們知道太平洋戰役呢 這個歐美戰俘呢 盲軍戰俘 有七萬多人進行了那個 八戰行軍 叫死亡行軍 咱們那個戰俘 從洛穎往石垣走中間 也有過一個死亡行軍 這個他當時呢 因為這個紅河大橋不通 這洛穎被俘以後呢 一批戰俘呢 從洛穎步行 穿過紅河 然後到鞍營那邊 再坐車去 去這個石垣 從西宮兵營 到那個長北那塊 有四個地 那一段路 就通死了五千多人 這幾倍里行軍 死了多少人 可見而知 行軍途中 受傷的耿尊 隨時可能被刺死 因為戰友的搀扶 才幸免于難 耿尊這批戰俘 被轉移於各個戰俘營之間 最後到達青島集中營 1944年7月28日 耿尊和其他三百名 年輕力壯的俘虜 被挑選出來 在青島被押上一艘 名為信農丸的日本貨船 他也沒有說往日本人 往日本送 就是要你跟上船 他那槍兵啞著 幹上船以後 這都 吼兒 一拉起的船 吼吼吼開上 這七遍一拉 這船離岸了 再落手 任性都醉了 一一這往人去 還會有家沒有 還會回到自己家不回了 這就是呢 因為在所有戰俘中軍機最高 耿尊被日本人指定為大隊長 可接著來他就發現 他就發現身為大隊長 他也無法保護和拯救任何一個難友同胞 和那船上 死去三個人 死去三個人 到快上來的時候 這人他都應到黑了 最近就是我們 這個老項目就是他也出的 那個是 他也出的 就無事了 就他死了黑了 身上幫一塊鐵 扔到黑了 他慢慢沉下去 1944年8月5日 秋田縣花岡廳的礦山 成為耿尊他們最後的目的地 花岡廳位於日本秋田縣 地處大館盆地北端 是以銅礦山圍中心而形成的小鎮 此時的日本正像一架高速運轉的戰爭機器 空氣中到處充滿戰爭的氣味 侵華戰爭開始後 銅礦成為軍工業的必需品 陸島組輸入勞工挖掘疏通一條新的花岡河道 正是為了提高運輸銅礦的效率 即耿尊這批勞工到達花岡後 又有兩批人從中國運達這裡 耿尊管理的勞工人數很快達到986人 與此同時更多的勞工還在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六代 1943年3月到1945年5月 日軍搶入了大約4萬名中國人 移送到日本北海道 九州島等地的礦山、隧道、水庫以及工廠 共55個公司、135個作業點 強迫他們從事苦役 在花岡集中營 近千名老公開始了噩夢般漫長的苦役生涯 我們給它挖那水稻 每天只有這門桌頭搜挖 那個火汗哭得很 成全給那水裡站住 這草下在泥水裡都 下去就完事了 是吧 你這把那膠動了以後 膠後根上這個肉都沒有了 都是關著骨頭 包了一層皮包了一個骨頭 那人沒有免疫啊 人動的不容易醒了 就將那水泥那個膠 成水泥那個膠 紙袋子幫在身上 把這個幫在身上 它累餘了 這後來那個日本人一停下 那紙袋子一行 都把衣服拔掉 像包包啊動著 動著 每天13個小時的重體力勞動 日復一日讓勞工們不堪承受 而最難以忍受的還是飢餓 我們那個吃了一層 以後吃這麵吃那個巷子麵呢 上街那鍋巷子麵 吃了帶肚穿不住 吃了就下去了 人們瘦都不像樣了 在非人的折磨之下 勞動的效率自然無法提高 花崗廳那些被稱為輔導員的日本監工 開始頻繁地毆打中國勞工 1945年5月 耿尊等人來到日本花崗廳 已經將近一年的時間 此時他發現 日本監工對大家的毆打 明顯變得更加頻繁和殘暴起來 1945年6月26日晚上 一紙死亡證明書遞到了耿尊手中 薛同道在飢餓和毒打中死去了 此前耿尊一親自接過了三百多份死亡證明書 薛同道的死亡激起勞工們的公憤 因為在打死薛同道的胸器中 除了棍棒皮帶外 還有一個特殊的工具 他把工具生死去 他叫他挖起來曬乾 拿著他打中國人 把薛同道就是那個打死 把薛同道生打死 他就是侮辱人了 我們用這個 他侮辱中國人 這樣侮辱中國人 這是侮辱中華民族 所以薛同道死 這是私人 那就說是 不能再認 事可傻不可辱 薛同道的死 點燃了六百多名中國勞工 壓制已久的幕後 當尊決定於第二天 也就是六月二十七日 發起暴動 越獄 我想 對 我隨時 佔不動他第一次 包凍過 生物 不过就是为了中国人 要有中国人的一种心情 那我一保重呢 不知道多少只 孙杰家的人永远见不着了 我心里我哭多少遍 这我才下出决心的保重 但越狱的风险极大 在日本人的地盘上杀出一条深路 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劳工集中营位于日本本州岛的秋田县 离中国最近的陆地也有3000公里的距离 且集中营内港哨重重 附近还有当地的警察局和宪兵队等机构 在这场刺杀式的暴动中 耿尊将如何组织并带领700多名劳工越狱 即便逃出集中营 又如何远渡重洋 回到祖国呢 中国国内抗战形势的逆转 耿尊并不知道 但打死薛同道的牛鞭 终于抽碎了耿尊心中最后的一丝游 事不宜迟 决定暴动之后的荡板 耿尊立即召集领导小组成员紧急密谋 密谋的结果赞成暴动越狱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 劳工中很多都是参加过抗战的军人 耿尊更是在洛阳战役中直接指挥过抗日战斗 作战经验丰富 行动计划很快商量出来 第一步深夜十点 趁敌人睡熟时开始暴动 打死惊弓 第二步夺取枪支弹药 第三步袭击美军战俘影和花岗警察署 第四步迅速返回造饭饱餐 带粗干粮向北海道方向转移 第五步逃往北海道夺船回国 方案本身没有问题 但任何疏漏都会导致功亏一亏 一切准备妥当 只等6月27日晚上开始行动 然而此时耿中学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个棘手的问题与他们要杀的日本监工有关 在中山寮的六个监工中有一老一小两个日本监工 中国劳工管他们分别叫老头太军和小孩太军 说老头太军平常很同情中国人 他要是一个人带着中国人去做工 他会说牙丝米牙丝米牙丝米就是人坐这些吧 他看见有人来了 他扎握手他就起来赶紧赶 叫石霜 他也差了很多一把 也没有这个药物枪 也比别人都枪 那个小孩太军曾经管过一顿亮墨 19岁了 咱喊的喊小孩太军 他就说偷偷的 他偷拽的东西 他说跟那厨房说 冰好的 他比这冰好的吃 个冰好 野后骨一用 这么个日本人 单纹不错 在举国效忠天皇 支持圣战的氛围中 长年的征战 也让日本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 家破人亡 贫困潦倒 日本平民中 有一部分人是反战 并同情中国人苦难的 所以他们不忍心 为了不让这个 对劳工好的这个人死了 这他这一点 这是对中国人有 有这点好处 这个同情中国人难处 他有这点心 咱不忍心杀死大家 如果暴动的话 这个劳工和这个监工 就发生矛盾了 就冲突 冲突 小太军 就可能被打死 我说 推迟三天 到六月三十号晚上 才举行暴动 为了这个改动 整个暴动方案 将面临泄密的危险 因为知道 越狱计划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整整三天三夜 耿尊紧张得不敢合言 如果为了保护 两个日本监工 而让六百多名同胞丢掉性命 那么推迟计划的这个决定 无疑将让耿尊 成为历史罪人 但是承认到我的危险牢狗 所以没有走路放手 1945年6月30日这天晚上 日本秋田县花钢厅的 六百多名中国劳工 严阵以待 等待耿尊下达 越狱暴动的指挥命令 冲出这所迫害 他们一年之久的 死亡集中营 晚上十点钟 在耿尊的指挥下 暴动突击手 首先进入监工住所 我上头了不 一顶目不 那个小子不 在这扶帮 就头上外在睡觉 我一看你妈就是臭人 这小子妈太坏 你也摸也没脚 十斤十多大斤 我就觉得我们下游 哎 谢了 保重那 那是一个生死的关头啊 你知道那一夜喝得多厉害 鬼苦甚好 后来那个 那个叫刘章 他一天不等 他都跑啊 从外跑啊 就那儿床铺处里边 他趁他床铺跑啊 我一觉得 倒进来 倒在这边 把他转回 那个我不知道谁打 那日本人 看赞的人 打死他 你是啥人 你 你保重 看守你 不给他打死 你出不去 暴动计划第一步成功实施 进行到第二步时 却出现了意外 叫小队长 他是 叫刘西斋 他是山东人 我刘西斋 就和你 我看着电话机 谁也不准接近电话 不切掉 他马上他一个通知 咱跑都跑不接 是同一个 是我进的 同一个是刘西斋 就老了 他这里呢 他就把电话了 他理解错了 他理解说 电话机 他一开始说 一说开始行动 他拿我出头 一下子电话机打落了 一打落 那里头谁能人 惊起来了 有的是 月中逃风 这个保重了 你是马来不 你拿个警报 你拿警报 我们 都没搞 为了对付这几百个 手无寸铁 机长陆路的中国劳工 日本人竟集结了 两万多人的 宪兵警察 前来围剿 意外的事物 倒置暴动计划被打乱 仓俗中 耿尊带着六百多人 饿着肚子 撤离到中山寮附近的 狮子森山上 我说的举高临下 给他额评一场 真不行了 就是调业自杀 走来走去 为了山老是转 没走出山一地 大家说 日本人到中国的时候 有枪有杀的 咱们给他调 我说不 我说咱不能入眠寨 一入眠寨 人家会不抵抗 一抵抗的时候 那都死人多了 那用那背背 叫人家宿命了 我说咱不抵 咱不入眠寨 靠着原始而简陋的武器 劳工们打退了敌人 四次进攻 离京安静老部 我们就是提前呢 搞头啊 就是给他们打 这样不怕事 这样不怕事 对吧 刚好来了不 因为我们原来 我们能死都咋 刚好来了 离京安老部 离京老了 弄强大 我这 这是弄强大的 日本那个山呢 它不是跟中国一样山 突山 石头 它正是青骨子 咱就是 估计着他们 滑滑那些 往那扔石头 经常那石头都扔完 三十二岁的耿尊 再次面临生死角色 要么再次落入虎口 做俘虏 遭受酷刑凌辱 要么自杀了断 杀身成人 我的手 急于一死 我是 就都不是我更专业的死 自杀的时候 我是一头 那时呢 跟我的人有 我是大队长 还有大队府 我说你叫你的腰带 我接下来 不接 我说枪拍转接 接下来跟我的腰带 帮到一块 中间我出去 会套到脖子 一头帮到树根上 一头帮到桌上 这不是一灯都来死 我再有一分钟 我都死过去 醒来后 耿尊发现 自己再次成为 日本人的俘虏 到天亮时 除了在山上 战死的五十多名劳工 其余的人全部被俘 他们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 拿起来就超级走 就是走到那个公路关 到那公路关 都在那跪的地方 跪的就只跪这点 连脚都不能按 那照片不是有那个 你不能你说 你做一下那个脚跟 那么的 让那个弄的猪股 长猪股 不能弄的墙搓你 用长猪股炸你 以耿尊为首的十二名暴动组织者 更是被单独关押 也就是说 日本人认为是我们是军事性的保护 实际上我们就是守日本 他们当时的虐待 我们是人无可忍 为了维护人间平原的保护 一夜那这餐 那成天神问我 神问你这人多厉害 多出那棍子 在我头上门 瞧一下我头上门 他也阴都成河里人 目的神问我 也会目的死他手下 一身上呢 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能什么 能问我 就打着脚或者鼓 说暴动是 有一能无意外 我说我头一个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时 耿尊隐约听到日本军警 对自己的判决 他断定自己是必死无疑 前开始的时候啊 他说了啥 国际行 国际行 集是标 就是中间 集算东西集 国际国是五 行是半 意思听说是五点半出局 眼看到五点半呢 这的时候啊 跟我这些人啊 都是该做那某班子 他们咳嗽也听着声音的 我有小队长 他人的小队长 他叫李光荣 我听着 我说光荣 哎 我说来生再见 一下大屋的时候 都哭见了 这三天三夜中 日本警方共杀害 113名中国劳工 尸骨埋进中山寮旁边的 两个大坑 剩下活着的劳工 被赶回中山寮 继续做苦工 并更遵意外的是 日本军警并没有立即处死他 八天后 耿尊等12名暴动组织者 被关进秋田县监狱 耿尊因为策划和领导花岗暴动 被地方法庭 以战时骚乱罪 判处无期徒刑 其余11人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 1946年11月 耿尊辗转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九死一生之后 幸存的531名劳工 终于和亲人团聚 有了两三年时间 没见到家人了 我奶奶回来以后都认不着他 到了会儿就叫妈 娘 娘 叫娘 我本来也认不着 不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了 他还陪着四个人 能够呼吁回来呢 我们虽然去六个死到那儿死 花岗死了 我们听着都办了 我看见我像 我听着我 我都跪着你 后来小姐们院里都站满了 我回来了 都是我为的养苟的 更多的中国劳工 却只能魂归顾礼 留给亲人无尽的悲愤和哀死 而幸存者和遇害者遗属 还将背负的战争遗留的另一种创伤 直到生命终止 20世纪80年代 耿尊等幸存者 以及死难者家属 应邀来到日本大管市 在中国殉难历史 魏陵碑前 祭祀中国劳工文明 1993年 当年花岗暴动 为之推迟三天时间的 日本监工小泰军 越后谷义勇 与耿尊等人在北京重逢 叙说往事 越后谷义勇 感激涕零 痛哭不止 你他看着 你不说第一人来 所有道士们去 小的太人 他也跟着我 怕日本人 这个很害我 坐车他也跟着我 然后 这我下车跟着我 我洗澡了个车杯 小的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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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